Audio Jungle 2018年1月31日节目时长 8分18秒点击收听 Aspito等于 BlueAdSpyGoogle 都是兴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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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兴 其实,这场汉字的革命,要追溯到更早的时间,五字运动开始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,文言文改成白话文,但是对于汉字的改变还是停留在学术阶段。 1928年,在苏联的共产党人瞿秋白、吴玉章、肖三等人,与俄国语言学家科洛克洛夫合作,开始进行根本改造中国文字的工作。根据斯大林的指示,苏俄对于中国的文字表现出了特别的兴趣,只不过,他们要的是一步到位,消灭中国文字。 1931年海参外举行中国文字拉丁化,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,一套以中国北方化为基础的拉丁新文字,也就是说,把汉字全都变成拼音字母。 1935年中共抵达陕北后,尽管战时紧张,执行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命令也是紧要的,于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最关键的承载方式。 文字,开始了革命,阿比狗狗等于W-I-A-D-O-W-A-D-S-B-Y-G-O-O-G-L-E-B-O-S-H 49年中共建政后,汉字革命立即摆上了日程。第一步是锦话汉字,第二步是拉丁化,毛泽东定了调子。党的宣传机器,齐齐开动,党一声号令,全国服从。 第一批简话汉字开始推行。1957年,中共展开反右斗争,很多时时分子因为曾对汉字简话及汉字拼音化方案,提出异议而遭到迫害。 中国大陆上对汉字简话的质疑自此被窒息,近年来中国大陆出现了为正体字证明的潮流。 经济发展,让人们对于文化寻根,有了强烈的愿望。汉字反简之争,在一段时间内还会持续,但是回归正统的趋势是必然。 转载请注明